中文字幕——YK 主要支柱仍然是超过全世界、其他国家海军力量总和的强大舰队,但是目前的美国,明显感受到来自亚洲的战略压力,要想继续全面堵住中国,阻挡中国的发展,就必须继续往亚太地区,调遣更多的美国海军主力舰艇。 目前,包括核潜艇,美国海军有275艘主战军舰,共和党希望美军恢复到355艘,整整80艘舰艇的缺口,是一个巨大的数目。 如何尽快达到355艘军舰的目标?美国人预估,到2025年,中国海军将至少有4到6艘航母,包括核潜艇和常规潜艇,吨位在1500吨以上的新锐主战舰艇,将超过400艘,在舰艇总数量上,将大幅超过美国海军。 而且中国海军舰艇的平均吨位正在迅速地增大,未来20年内,平均单线吨位看齐美国海军也是可以期待的。 这400艘中国军舰中,可以和美国直接较量的远洋大舰,含潜艇在内,数量将在220艘左右,而且平均舰龄不到20年,比美国海军平均舰龄更年轻,因此实力非常可观。 由此可见,未来20年,中美之间的造舰竞赛,不是即将开始,而是已经开始,现阶段,美国海军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,但是,若这,种竞赛,变成马拉松式的长跑,延伸到20年甚至30年后,强弱很可能就会一手。 10年以后,美国海军要想继续维持,对中国海军的绝对优势,必须至少要有1.5比1的数量和吨位优势,这样就需要在中国周边,部署300艘美国大舰。 在看牢中国海军的同时,仅仅还剩下55艘大舰,去对付全球其他热点,数量远远不够,中国海军可以在西太平洋集中主力随时一战,而美国海军却要三星二亿。 从大战略上,就先被动了,中方建造每艘性能和美军基本看齐的大舰的综合成本,目前只有美方的一半,若中美之间在未来20年,建造同样多的大舰,那么中方的总花费,很可能不到美军的一半。 或者说,若用同样的预算,那么中国海军将获得比美国海军多一倍的新型舰艇,在单舰战力基本相同的情况下,成本决定一切。 西方超强在最近500年,从来没有面对一个国力和他们差不多,而主战武器的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,又不到他们一半的对手。 这是一场美国人从开始就注定要输掉的马拉松,竟在拖延的时间越长,美国人会输得越多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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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